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老中新闻的电视节目 我是主持人Angela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关注一下湾区的新闻新事 现在亚裔在湾区的居住人口是越来越多了 亚裔的素质也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导致了警方办案的一些特殊性了 南湾森荷西西的亚裔人口占了三成 但是司机被警方截停的比率却比其他的族裔来得要低 引发了一些民权人士的关注 森荷西的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拉丁美裔虽然只占整个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 路上被警方截停的驾驶人当中却有50%是拉丁美裔 而非洲裔占人口的3%被警方截停的却有8% 亚裔和白人被截停的比率相对来说要低很多 而且亚裔要是在被截停之后被搜身和搜车的几率 分别为12%和6%是所有族裔当中最低的 而拉丁美裔和非洲裔被搜身或者搜车的几率 却高达了35% 市政府是在市民投诉之后向警方要求公布这些数据的 森和西的核查员认为这些数据是应该受到关注的 森和西的警察局局长则表示了 警方大多数的执法行动集中在森和西西东部犯罪率较高的地方 那些是拉丁美裔人口聚集处 但是他也表示市政府也聘请了顾问就数据做了独立的研究 计划改善这样的问题 这一切只能说明警方对亚裔的一种信任度都是在提升 能从自我做起除了遵纪手法之外还能够做到爱护动物爱护公物 热心住人成为一个真正可爱的中国人 黄石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门票将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涨价了 从原先的25元涨价到了30元 黄石公园目前每辆车入园费为25元 免费进出的有效期为7天 6月1号以后则涨价到了30元 另外原先入园的费用还包括附近的大提顿国家公园的门票 下个月开始要另外买票了也是30元的门票 不过想游览两个公园的游客可以合并 买一张50元的合并票 这样比分开买票要节省了10元 黄石公园预计门票涨价后 会有望每年给公园增加300万美元的收入 据悉黄石公园的门票上次涨价可以追溯到2006年了 所以还未能一睹黄石公园风采的朋友 要抓紧这个时机了 趁现在涨价钱赶紧拿架去旅游 目睹一下黄石公园的风采 好了本期节目就播送到此了 喜欢朋友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